最新消息 桃園發生驚險的持槍挾持案 一名男子疑似遇到家庭問題 竟然持槍挾持同居女友 警方火速到場 也請了男子的母親 還有哥哥一同來勸說 經歷12個小時的對峙 最後警方不費一槍一彈 將男子制服 也沒有造成員員傷亡 頭戴鴨神帽不發一語 在警方的介護下走了出來 不過男子的母親 情緒已在崩潰邊緣 慈民拉住兒子不斷哭喊 就是不願意讓兒子被帶走 原來這名男子因為感情問題 禁持現彈槍挾持女友 談判求複合 更與警方對峙超過10小時 他們就是吵架 他們兩個就在裡面一直談談談談 事件發生在桃園16號清晨5點多 警方接候通報 報案人稱男子因為感情問題 瑕疵了女朋友 警方立刻到場處理 經過警方與家人朋友的一番勸說 男子遲遲不肯放人 直到接近16號中午左右 男子才交出了一部分的子彈 1點多放了女朋友 不過情緒還是很不穩 到了下午4點多 經過男子母親的速度勸說 男子這才卸下心防 交出槍支子彈乖乖配合 原來男子有槍炮前科這回懷疑女朋友劈腿 凌晨談覆核卻演變成 瑕疵與警對峙 索性沒有造成流血衝突 結束12小時對峙 男子接下來也要為自己衝動的行為付出代價 接著綜合報道